字幕志愿者 我们台股真的很强 冲冲冲冲上了季线 小白现在很怕 很怕是不是 假突破真拉回 美股也涨高了 现在大家都担心 高处不升寒 是不是就要拉回了 这个时候到底要怎么看呢 在哪里可以找到安全感呢 另一方面大家又想到 王力宏就唱过这么一首歌 叫做安全感 没想到他自己最没有安全感 所以大家就在怕了 这场本来就是高获利高风险 这个时候的安全感 要用什么样的布局呢 我们今天来看看 各路神仙最新的操盘的方法 这里面会不会给大家 更多的安全感呢 还有来看看 很不安全的中国市场 最近当然是动乱 一向是非常之多 中国收成股 这时候你要投资吗 小白要如何进场 不会沦为猪仔呢 仔细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马上来看我们今天的来宾 这边是我们的心灵导师区 万宝周刊总编辑 庄总编 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庆才哥 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应亮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这边驱魔区 云科大财经系教授郑老师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电机博士张博士欢迎 欣宜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就是来看 台股就在大家行情 半信半疑中成长 反弹波连小白都觉得很害怕 已经冲到了季线 我想先问一下 现在小白到底可不可以进场 人家说小白一进场 会不会变成猪宰任人宰割呢 会不会 你觉得会 yes 不会 no 好不好 金举牌 不会变猪宰 不会 只有郑老师说会 郑老师 所以你都叫同学们 现在不要进场 因为我看这个大趋势 就是刚刚主持人也说 中国经济情况其实不好的 美国的经济情况基本上是还不错 当然有一些负面 欧洲这边听到的负面的居多 台海这边负面的当然也更多 所以就是说当然短期可以进场 但是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 OK 音量可以进场 我觉得美国道雄指数 目前的一个位置点 离季线大概是涨了6%左右 台北股市现在还在季线附近 等于说我们还算落后 如果台北股市你用6%来算的话 它的点位应该是在16200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再说我们在年底 跟美国在年底都有所谓的大选 选举上来讲的话 政府政策一定是偏多的 那再来最后一个因素是在说 这个乌二战争 现在可能大家没有在谈 但可能乌二战争 有一些专家认为说 可能会在年底会 冬天的时候做个结束 那如果冬天结束的话 那对于很多的油价 原物料的价格来讲 它可能会下滑 那这个可能会是 未来股市一个多头一个伏笔 OK 还有多头伏笔 信彩哥一路乐观 对 那其实来讲 现在就怕小白不进场 我们来看一下 小白就怕 对 你看看在13928的时候 我们的融资余额是多少 1882亿 到现在为止 它1910亿 增加30亿 增加一点点 你看股下已经涨这么多了 代表说 这个散户没有进场 大反就不会跌 那第二个来讲 散户现在都偏空操作 他们现在可能都 学货大家看到的景气 都偏空操作 另外来讲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大户在搭散户的空 我们的借券余额最高的时候 是1100万张 现在回补了150万张 来到950万张 代表这些资讯最聪明的 这些大户在回补了 再看回来 外资今年到现在卖了 到将近一兆台币 卖了那么多台股在涨 所以说从这边来讲 散户开始在什么 在晃空 融券余额从53.5万张 涨到大概63万张 所以说在散户这边 它不进场的时候怎么样 大传就不会跌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个是从整个大盘 就整个在位阶来讲 我们台股现在 好不容易冲上季线 但是你看看 美国道琼已经攻到 这个连线了 那这个日本也在连线 我们台股是最弱势的 台股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大户买 小户在怕什么 郑星我们一起来看 你也觉得小白可以进场 原因是什么 我说过 在弱势的时候 我没有想要买股票 股票要在强势的时候 我才要买 那是避开了下杀的风险 那决定强弱势 就这一条粉红色的线 决定了一切 就是季线 那现在你就在季线之上 而且短线来看 我们没什么要跌到 季线以下的理由 因为别忘了 我谁出手了 国安敢把人家出手了 他无论如何 他就是知道 他要守住这个季线 然后再来 投信 38年买了 我相信等我们录影过后 应该是39 40 看他的五度五关 要过关 感觉到多少 他们还在持续的买 那他们都在嘎谁呢 第一 等等 有空头 我们看到很多全职股 仍然有非常多借券 卖出的一个情形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 嘎空头的光项 那他再来呢 我就说过 为什么而跌 又为什么而涨 一路下来 我们都为什么而跌 CPR 为了升息而跌 现在 Fed 昨天给我们 表面上 真的很像脱裤子 放屁的结论 他怎么结论 其初升息 会影响到经济 但是现在经济 也没那么差 那到底要升息 还是不要升息 其实只是一个 和缓的说法 连准会讲就是要进去 一般人讲就是要废话 所以我说 简单来说就是 他没有强烈的立场了 他不像以前 他就觉得 无论如何我要升了 他已经可以 随着市场的预测在走了 随着市场预测在走 我说了 那就是符合 大家预期的现况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说过 以前在这个际线以下 你讲过很多次 你不要摆在这里 你反而是 我反而宁愿 稳稳的 他在际线的时候 我再来断他这一段 回归到真实价值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风险更顶 你反而学现在 大家觉得涨了一大段 你觉得没有 现在才是安全的时候 是 OK 好 正前的意见 给大家做参考了 好 另外来看 那么最近 各路神仙大咖们在干什么呢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公布第二届的 13.0 大户持仓的情况 一亿美金以上都要揭露 结果我们就发现了 有人强短 有人抄底 有人价值性投资 因然我们一起来看 一一来分析 可以跟他们一起做吗 首先来看我们最熟悉的 股神巴菲特 好 那股神巴菲特 大家印象中 他应该就是价值派 跟所谓的维基路士派 那这一派的人 他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他就永远认为 股市是一个大多头 因为以长线趋势来讲的话 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指数都是创新高的 巴菲特说过股票是最安全的市场 对 要看你买什么 所以在这样子的信念之下 纵使他现在账面有亏损 他如果有资金的话 他还会选择 坚定他的信仰 继续做加码 所以你会发现 他第一季 其实他买进的金额很大 大概510亿美元 但是到第二季 他只加码62亿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季 这个账面是出现 亏损的一个状况 第二季亏更多 可是他还是选择一个加码进场 因为他第二季账面 亏损的金额大概437亿美元 换算成EPSR 每股亏29700块左右 美元左右 但是他还是不怕 继续坚定他的信仰 继续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他买了什么 买了他认为的 很好的苹果 以及这个雪佛容 其中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他对雪佛容跟西方石油 这两家公司 投资的金额 已经超过330亿美元 其中对于西方石油的部分 持股更高达20%以上 就代表说 他认为这个通膨 可能还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能源的公司 他股价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做反应 这是他认为说 通膨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的 一个操作策略 再来他把什么 把这个威瑞森跟这个royalty 把它卖掉 威瑞森是所谓的 电信商的公司 代表说 波克夏可能认为说 在解封过后 可能美国要出去工作 所以对网路的需求来讲 就没有那么强了 然后这个royalty是所谓的 特殊药的权利的买卖公司 所以也代表说 在后疫情之后 对于药厂的部分 它也是呈现 初清持股的一个状况 目前来讲的话 它的持股前五名 还是苹果 美银 可口可乐 雪佛容跟美国运通 因为以长期趋势来讲的话 波克夏成立60年 它的一个获利是高达3.6万倍 所以它的跌下它也不怕 反正我看好我就继续买 这是这一派的一个投资做法 那这一派的投资做法 就是本多中生 对 投资朋友 你可能要口袋够深 才有办法这样做 这个口袋也很深很深 这个口袋也是很深 通常口袋深的都有这种 危机入市的一个做法 那最近比较 市场公认为 危机入市派很厉害的 是什么 是沙国的主权基金 有5000亿美金的资产 对 因为2020年 3月份爆发这疫情的时候 全球股是崩跌 那当时这个沙国主权基金 就砸了400亿美元 对美股做个潮底 然后买了很多的科技股 那短短几个月过后 他把它大量的卖掉 也赚了很多的钱 那这一次呢 在美股低迷的第二季的时候 他也砸了75亿美元 进场做一个潮底的动作 那他买了这个 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然后微软 亚马逊 这些呢 你现在回头来看看 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最近的股价 都有涨上来 就代表说 再次印证他潮底成功 那他也不是全部都赚了 其中有一档股票 叫做Lucy的 他持仓市值超过174亿美元 那目前来讲的话 是呈现大幅亏损的 为什么呢 因为Lucy今年来讲的话 他市值呢 增发了大概83亿左右 那你从这个换算成%数的话 他今年其实的股价 大概下跌了56%左右 代表说他目前还是持续亏损 但是呢 他口袋够深 他有底 因为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季的GDP是11.8% 我相信我相信 中国看到应该是流口水 很羡慕 因为中国只有0.4 他就有11.8% 因为油价高涨的关系 那他持有的这个 国家石油的部分呢 这个第二季的获利 年增300% 所以他有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财力 做一个支撑 所以他虽然亏损 他也不怕 那其他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他的的确确有 潮底成功的味道 那其他的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些基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麦控主角 还有这个 大家很关注的 孝产基金 他们什么操作的 那索斯基金呢 大部分你的观念 应该觉得 他是在做放空的 但是索斯毕竟高龄 已经92岁了 跟年纪有差 他现在慢慢就把棒子 交给这个女生 这个叫做 道恩菲斯帕特里克 现在女股神越来越多了 对 那他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其实他的概念就是说 当市场出现比较 这个错位的时候 就混乱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逢低进场 做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他这样的观念 比较偏向什么 也是偏向所谓的 维基路斯派 那他第二季的时候 大买了美国的这个 电动车概念股 几乎跟美国电动车有关的 特斯拉 福特 瑞维亚 这个全部都买进 唯一简直 很聪明 简直Lucy 对 因为他的第一季的 这个镜子来看 就是被Lucy拖累 所以他干脆怎么样 停损就砍掉了 那目前来看 他买的这些电动车概念股 现在股价来看 都是有在获利的状况 这也是维基路斯派的 那再来是大卖空的 主角的本尊 叫做贝瑞 贝瑞就是最有名 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金融海啸 他成功去放空这个CDS 后来声明大噪 那他的一个想法 大概就是比较偏向 所谓的总体经济学派 只要我认为 就是说这个总体经济不行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样 开始卖出或是放空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他认为 美国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所以他几乎第二季的时候 把所有股票都清掉了 清掉了11张股票 只留一档监狱股 这个监狱股被他揭露之后 其实最近这几天来讲 股价还涨了25% 所以代表说 他也有一些影响力 那再来就是看一些校产基金 比如说哈佛耶鲁这些名校 其实他们的操作 这个绩效也非常非常不错 我大概抓了2021年 他会计年度你会发现 哈佛的这个大学的报酬率是33.6% 那耶鲁大学40.2% 麻省理工是55.5% 那同年度来讲的话 这个S&P500指数大概涨了27% 所以等于说他们绩效 全部打败了这些 打败这个S&P500 那他们的一个操作逻辑很简单 就是着重在资产配置 美股 海外股市 债市 然后这个大型的这个原物料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房地产 那资产配置的情况之下 他第二季就把什么 股票把它卖掉 他也可能认为说 这个总体经济边不太行 所以股市 以他们两个 两个来看的话 就是说还是觉得有点危险 他们都会太弱流强了 然后看这总体经济做一些调整 对 那我们一般的小白投资人 钱当然没有这么多 我们可以参考哪位大师的做法呢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以现在一个状况来讲 我觉得可以参考索罗斯 跟所谓的这个 商务主权基金 他们其实想法很简单 他们的投资逻辑 就是在大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之下 那我干脆就从整个产业面做选股 产业面选股就很简单 就是找什么 以前没有 现在有一点 但是未来会更多的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在低轨道卫星的部分 以及所谓的电动车 低轨道现在呢 马斯克的这个Space 打上去才2600克而已 但是2027年要设4.2万克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应该产业面趋势才向上的 那在电动车 电动车现在是越来越多 那你可以发现 以最新的数据来讲的话 这个目前全年的这个渗透率 电动渗透率已经达到了13% 这个13%如果再往20% 30%的话 那代表说 你出去看很多电动车 那这商机来讲的话就会引爆 那中国呢 今年的这个电动车销量 原本预估是550万辆 可是现在把它上销到600万辆 那拜登政府年底 有一些这个电动车补助的计划 所以呢 在电动车领域来讲的话 很多的这个车厂 下半年会积极扩散 那像这个福斯啦 特斯啦 Vovo都有扩散的一个动作 那最近来讲的话 有反应的 比如说像这个车用镜头的存安 这个媒体有讲 那你会发现 股价也涨了36% 那立新的部分呢 做LED车灯的 最近股价也涨了这个 大概39%左右 那英力KY呢 也涨了24% 那这已经涨上来 我建议大家说 其实这些 大师们的选股逻辑 都有一些这个找 就是低位阶 没有涨到这种概念 像我们一样的这个 同期材 现在还有吗 对 比如像352同志 他一样是福斯特斯啦 Vovo的这个 主要的客户 对不对 那股价你可以会发现 位阶很低 那最近其实 大户有在做潮底的味道 因为200张以上的大户 已经回到了这个50%以上 那最近来讲的话 我大概抓到他的筹码 美龄最近一个月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买了1114张 而且他这边 涨上来这边 这边也持续做一个 加码的一个动作 那他主要就是在做什么呢 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秘密武器是 遥控停车辅助系统 就在国外这种房子 你其实开到车门口的时候 你下车 你就拿那个手机出来按一下 或是拿钥匙按一下 人不用在车上 车子会自己开进车库里面 这是他未来一个发展 一个方向 那再来就是说 他是全球第三大的 一个倒车雷达系统厂商 那你会发现 第一大的倒车雷达厂商 其实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Bosch已经涨了35% 那第二大的这个Value 也涨了25% 那他是第三大 根本没有反应到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电动车去找的话 我觉得他的股价位阶 是被低估的 是可以留意的 OK 谢谢音乐很清楚 我们从这个大师来看看 一般人可以怎么来参考 好 庆才跟我们一起来看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不要变成猪宰 被人宰 对 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 那其实来讲 虽然我是看的 这个比较乐观来讲 但是来讲什么 选股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选股怎么样 基本面就是 采取巴菲特选股 巴菲特跟你讲什么 你买的股票 你不要在乎它短线 为什么 因为它的获利很好 所以你会睡得很眼睛 对 但是你在操作上面 你要用索罗斯 不对的时候 应该砍就砍 应该进场就进场 所以我们选股把它放向 我们把它列了五个条件 第一个 三绿三升 毛利率 营业率 性利率三升 三绿三升代表 它没有库存的问题 为什么 它的毛利率还在上升 第二个来讲 我们知道今年的获利 会比去年成长 已经显示在上面 就是说前两季的获利 已经超过去年的第三季了 这个部分来讲 今年会成长 最重要是怎么样 下半年的位积 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成长 难道还有一个是怎么样 本利比不到10倍 符合我们 发挥的一个悬股 另外来讲 我们今天特别 就是说在财报上 我们有看到特殊了 我们选了三档股票 在每一年的8月9月 你一定记得 要嘛30块到60块的股票 因为这些 如果业绩成长 第二年就会成长很多 而且往上成长 三倍到五倍 但是重点是什么 业绩要成长 我们来看像万泰科 万泰科你看 他上半年已经赚了1.76了 他去年前年才赚1.68 所以他一定跟你说 我今年一定成长 重点是什么 低轨卫星 这个刚刚我们有讲过 低轨卫星 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个就是什么 长线维持 它的一个持续往上的 特别是在低轨卫星 里面25公尺的 全世界只有它在供应 所以这一个部分来讲 它占有一个很大的利基 你看股票怎么样 也还没有什么涨到 所以这一些来讲 就是大家的一个机会 第二党我们来看什么 泰医 泰医你看来讲 他上半年已经赚了3块钱 他去年前年才赚3.12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他的毛利率连续7剂都在成长 这代表他新产品已经在发酵了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来讲 你看股价来讲 刚刚突破到这个高点 这个投资朋友都可以做一个流域 另外一党来讲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从财务报表里面 去找到一个什么 特殊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3402汉科的 他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其中有一个叫做合约负债 你看看来讲 他第一季的时候只有1.35亿 到第二季的成长到7.3亿 很多人讲说 合约负债是不好的 有个负债 合约负债就等于是 我们跟客户收的定金 定金大幅度成长 你想看看他怎么样 他未来的业绩都会大幅度成长 而且这是财务报表秀出来的 你等于是一收款 对的 就是他的业绩 对对对 那会计 所以你有名词来讲 就叫什么 叫合约负债 而且你看看来讲 所以看到他又很开心 对对对 你看他怎么样 他的7月业绩成长68% 而且你看看最近来讲 滑棒链的 可不可以讲 就是说 他建厂之所以缓慢 是为什么 管路工程大塞车 管路工程 全台湾最大的就是汉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知道来讲 同合约负债 他1.3亿的时候 他的业绩都已经可以 大幅度增长68%了 那如果现在合约负债 大幅度成长440% 手上的订单很多 而且来讲 成长到今年 成长到明年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 股价来讲 底部刚刚出来 像这种公司来讲 就是什么 你知道他业绩要很好 你就可以买着等 你不用怕 对 这一种来讲 你买了你就不会如意 就说别人在动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他的业绩成长 所以你反而会晃得安心 对 OK 好 谢谢庆才哥 从业绩面来看 你会买得安心 另外我们这个阵型一起来看 我们要来看 这礼拜的美国的财报 结果这个财报出炉 Walmart很好 但另外一个零售 我插给的很烂 要怎么样来解释 我想大家觉得 好乱 怎么好像有互相打脸的味道 习惯了 这个世界最近就这么乱 对 难道是两个卖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最大原因是谁先调整 Walmart的财报 其实上上季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它领先在销库存 而target是什么 等到这一季才第一架销库存 所以在这时候呈现了时间差的问题 但是总而言之 美国的消费 第一没有你想要这么差 但是如果你担心美国个人的消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拜托 食品也涨了 油也涨了 所以美国人应该没有办法 再做别的消费了 我们承认 那是对深斗小民来看 如果你是对 好演员的越美越多 你认为富有的一个人 会在乎油价涨三倍四倍吗 不会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这个就叫富豪代念股 这个东哥游艇 我常常讲 我当初去专访他的时候 他这边跟我们提过一件什么事 重点是他怎么卖给这些富人 那东哥为什么能够从谷底一直翻身 最主要就是策略正确 他找到了美西的客户 避开了美东的杀户战场 而美西就是我们所谓的new morning 也就是这些高科技业的 矽谷的new morning 开始在买这些游艇 所以造成我们看到 东哥的业绩是一路的一个场况 当然今天来看股价又上 又放了新高 只是证明了 当富豪的消费 的确是跟人家不一样 当然创新高的股价 你要叫他 而且也不便宜了 那我们就来讲 也跟不是一般 伸斗小民的消费 也相对于是比较高阶的 就是高尔夫族群了 所以现在说的是 好人的消费就是 因为一般人的消费 真的会因为食品跟油 跟其他的粮食 但是我说了 可是这些人的消费 就不会受到感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获利 我直接把这个沾掉 这是上半年 因为现在财报都出来了 我们把上半年也沾掉 然后这是收盘价 你会发现 你好像以为这是全年的获利 什么意思呢 你看明安上半年赚8.23 股价93 这是光上半年的本益比 就10倍 不是全年的 你现在看就 不要以为它是全上半年 像大田 上半年赚一个股本 股价122 这些都是光上半年的本益比 就只有11倍 那的确高尔夫球头的旺季 可能是一世纪 它第三季会稍微的slow一点 但第十季又会上来 所以我认为 像球头的这个产业来看的话 明显的本益比相当的低 那如果你就说 有些还是蛮贵的 那就选择更便宜一点的 上半年3.72 现在40块 这也是半年的本益比 只有11倍 甚至这是做球杆的 这在新贵 这上半年3.17 这连10倍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你要说 怕这个消费的排挤 那我们就找富人的消费 然后富人的消费里面 再找这些本益比低的公司 也许就更安全了 OK 这个没有被通膨影响 就是负责月赋的消费概念股 听到大家做参考了 我们等一下来看 美国对中国又出招了 这一次是禁止EDA出口到中国 这致命一级 会发生多大的影响呢 哪些股票会受冲击 马上再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